潜能教育是让人拥有超出常忍的智慧和能力 通过日常的照相记忆和快速阅读训练 能让孩子们拥有超长的记忆力和快速阅读并理解的能力 我们倡导的健身功法练习能让孩子们身体精充血足 经络通畅 大脑得到的营养更充足 我们的静坐冥想训练能让孩子们注意力更集中 心理更宁静 大脑思维更清零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练习和应用 让孩子们拥有并熟练掌握这些超长的智慧和能力 并伴随孩子一生 我们教育孩子的最高境界是让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目标 热爱学习并经过多年严谨的学习训练 在掌握丰富的知识的基础之上 能达到灵感奔勇 灵物超群的能力 想象力 创造力 灵感 才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高层次能力 乔布斯长时间专注的思考和冥想中 设计出了划时代的美妙产品 特斯拉在丰富的知识积累基础上 努力工作专业 灵感变得像家常便饭一样常态化 从而做出了700多项发明专利 我国伟大的科学家于敏先生 凭借刻苦的学习和敏锐的觉察 掌握能力 只用两年时间就带领团队制造出了清淡 爱因斯坦在极度专注的思考中 一年内发表了四篇革命性的论文 还有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文学家 音乐家 画家等等 他们在努力刻苦学习 大量知识体系基础上 凭借超人的灵感领悟能力 推动了人类灿烂文明的进程 这些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这些超常能力 更多的是他们对科学文化和知识的热爱 以及刻苦努力的学习端严 在海量丰富的知识体系基础上 用他们独有的感觉去领悟 才会产生那么多灵感去发明创造 这也是我的一位老师 中国早期人体科学研究专家 感恩员老师 所提到的一个引态功能人的概念 像以前学森先生 清淡之父于敏先生 为代表的新中国早期的科学家 在夜以继日全神灌注的科研工作中 那种激精全神 聚精会神的状态 就已经达到了像特斯拉 拉马努金等人的那种超常感悟能力的状态 徐文明老师讲过的 认识之觉感悟 这些人类认知世界的几种层次 我们在培养孩子灵感 领悟的这种更高级的感觉 这个在我之前的青少年潜能开发 有什么艺术中有详细的介绍 大家可以翻到前面看一下 好 期待更多孩子拥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和能力 就像最强大脑里边的水哥一样 学习工作生活是那样的轻松 感觉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拥有现在的成就